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老有所养 老有所乐 老有所为 这几乎是当下所有退休老年人共同的心愿 不过当前老龄化社会现象也越来越突出 在厦门60岁以上的老人已经超过30万人 老龄化现象的到来让老年人群体也面临着一些现实问题 我们来看相关的数据显示 截至2017年8月底 全市户籍60周岁以上老年人口32.53万人 占全市户籍总人口的14.31% 全市户籍80周岁以上老年人口4.7亿万人 占老年人口的14.47% 其中90到99周岁的老年人共有5677人 百岁以上的老年人共127人 社会面临着人口老龄化 高龄化 空巢化和失能化 四化叠加的严峻形势 针对老年群体的日常生活等问题 相关职能部门做了大量工作 其中自2011年以来 市老年基金会共出资614.64万元 支持全市235个基层活动点建设 为基层老年活动点添置活动器材 为了进一步把老年活动点建设好 市老年基金会联合各区老年福利协会 把办得较好的老年活动点挂上 金秋老年乐园的牌匾 让老年群体在确保老友所养的同时 为他们丰富精神生活发挥余热 打造又一个家园 喜庆的服装 动感的舞步 时尚的舞姿 伴随着欢快的背景音乐 一般人看来普通的广场舞 在阿姨们的精心编排表演下 变得活力十足 别有一番韵味 连附近小区的居民也聚集在周围住足拍照 这是位于曾挫安的东里小区 跳舞的阿姨是小区 金秋老年乐园舞蹈队的成员 自从去年 金秋老年乐园在小区老年活动点挂牌之后 老年乐园成为他们每天必来的场所 阿姨们说 来跳舞除了强身健体之外 更重要的是一天的心情都跟着美丽起来 退休之后的生活状态 也不再是封闭的居家空间 那个年轻啊 那个健康啊 身体健康啊 这样子有那个活动更健康 比较说现在的生活比较 休闲时间比较多嘛 那多运动毕竟是低碳生活嘛 然后又可以就是让我们的生活更加的美好 心情愉悦的 你就觉得生活一点比一点更美好 不然现在的话 大家都你住你家我住我家 像城市里面的那种打开门不认识人的 我们受不了 老了你说空闲时间多了 那打开门 穿穿门啊 聊聊天啊 泡泡茶 一个下午很快就过去了 那这样子日子就很好过了 因为有了金秋老年乐园 小区的活动中心一下子热闹的起来 老人们每天自娱自乐的节目也多了起来 不仅有热闹的户外广场舞表演 还有的老人家自发买来了二胡等乐器 在活动室的角落 依然自得地演奏起来 虽然不像广场舞那样吸引人气 不过对于乐在其中的老先生们而言 能够逃以自己的性情也是不错的选择 我们这些老人呢 老有手了嘛 所以就自动的拿二胡 自己买二胡来 来凑在一起来拿 平时我们都来来这里拿二胡 来看报纸 有了有着旗 有了这个在打麻将 老人就打麻将 都不得以防止那个老人痴呆症嘛 所以感到说 我告你这里 告我这里嘛 你叫热闹一点 对对对对对 大家都玩得很开心 你也不要叫 他们自己来 相比户外的热闹和活动式的闲事 还有更多的社区老人在老年乐云的餐厅里忙碌着 这天他们正在忙活着的是包薄饼活动 老人们说 马上就临近清明了 闽南很多地方都有清明吃薄饼的习俗 而这个传统似乎正在渐渐被淡忘 正因为如此 社区老人们决定 把清明包薄饼活动提前带进活动点 让老伙伴和其他小区居民都来尝鲜的同时 让更多人知道并传承清明时节的传统文化 今天举行的就是在我们举行的婆饼 那这个婆饼是怎么能介绍一下 这个跟节日有什么样的一个特色 就是春节的时候就是春节 叫做春节 那清明呢 清明这段是一样 能详细介绍一下讲一下吗 可以 清明就是我们要去扫墓 扫墓有的都是 回来啊 就是大家都有去搞这个婆饼 感到现在生活大家都过得不错 不能吃这个薄饼啊 在家也可以吃 但是做一个活动 这个活动来讲 我们感到说这个很有意义 王阿姨是老年乐园的管理员之一 也是活动的主力 她说正因为有了金秋老年乐园 类似清明包薄饼这样的文化活动 才能顺利开展 如果是在一年前 金秋老年乐园还没挂牌时 他们连活动的场地都是打游击 更别说开展活动了 有了固定的活动场所 老人们不用像以前一样 在小区前头下风吹日晒 护士遭遇 相伴活动没去处的尴尬 在这边走 这个上山步 那看老人在这边 有时候外边风很大 又在拉耳符 有些在跳舞 我给他提一个建议 我说是不是能帮一下 因为我们自己没有 给我们找这个地方来给我们用 给人家来看电视 讲讲话 啪啪茶 下午的活动 就是有的打麻将 有的拉耳符 有的打乒乓球 是这样老人 是胡子 现在我们老人 有这样的活动 感觉到很高兴 除了在老年乐园 参与活动之外 老人们还会把温暖 送到小区 孤寡空巢老人家里 当天几位热心老人 和社区工作人员 就将做好的薄饼 送到了曾阿婆家中 工作人员介绍 曾阿婆目前一个人独居 儿女虽住在附近 但平时忙于生计 陪伴她的时间不多 去年曾阿婆老伴过世 更是让曾阿婆感到孤独 而老年乐园姐妹们的到访 让她感到温暖和欣慰 不仅曾挫安东里小区的 在舞蹈排练教室里伴随着 卢花美的悠扬旋律 退休的阿姨们正在老师带领下 手指彩扇翩翩起舞 在舞蹈班的阿姨当中 很多人在退休后 已经有十多年的舞龄 自从去年小区老年乐园挂牌后 舞友们聚在一起学习舞蹈 成为了他们每天的期待 生活也充实多了 整个这个环境也非常的好 知道吧 学校呢 老师学校校长呢 这些对我们这些都很关心 除了带一下自己的孙子 那孙子带累的时候呢 到这边来跳一下 愉悦自己的心情 就两步非常好 期待了孙子 然后又跳了 我又愉悦了自己的心情 然后呢 你经常跳舞呢 就是整个人人体 走出来都是向上拔的 觉得自己很精神 每天很精神 无村老年大学负责人介绍说 目前无村街道 东平社区的金秋老年乐园 总共开设了14个班级 学员人数共有800多人 教学内容已十分丰富 从舞蹈 声乐到蹂躏球 太极拳 样样齐拳 几乎可以满足老年群体 不同程度的需求 老人家呢 现在已经给我们 这个活动中心 以及这个乐园呢 变成他们的第二个家了 在家里都等不住了 在我们开车之前呢 他们听讲了以后 这个什么时候开呀 我们在家里都想到 这个第二个家了 一方面 圆了他们的出行 有些老人家讲 我原来就是没有机会上大学嘛 现在到老了嘛 我们还有机会上了一个老年大学 相关负责人介绍说 在金秋老年乐园挂牌之前 无村街道文体活动中心 作为附近社区老年朋友的活动场地 在硬件方面条件并不是很理想 自从老年乐园挂牌之后 硬件方面上了一个台阶 不仅合唱班有了钢琴 活动点还增设了乒乓球式 以及先进的健身器材 老年人所享受到的教学服务水平 也有了很大提升 因为我们自从搞这个金秋老年乐园以后 在资金方面也好一些了 有一些多硬件设施 相应的都跟上了 你像我们合唱这个声乐吧 钢琴 我们这个钢琴很好啊 都是利用这个资金拿的 乒乓球是 那个乒乓球台子也要是比赛用的 那很好 让人家很高兴 它这个现在变成了 我们不仅是这个样 我们还有呢 利用这些活动呢 我们广泛地开展这些 远强外的一些老年学校 在同安云溪社区的金秋老年乐园 活动室里的扑克80分交流活动 正在进行中 像现在扑克是一个月 每个星期三固定的一次 然后一个季度算总分 大家都很高兴参临 扑克就是说 它就是我们这边小区 有六个小区分小区 然后六个老年协会的会长 然后各个角落挑选 精英几队的过来 这边集中比赛的 是用挑选过来的 那是最多比赛有达到200多个 每年要打三轮 算积分的 积分最高的 然后那个 我们录取前六名 发给相应的一点小奖品 相比纸牌桌上的脑力竞技 社区的户外活动 就更显几分热闹挥鞋 且充满民俗味道 云西社区民族舞蹈队的老年成员们 正在排练闽南民族表演 车鼓弄 民族舞蹈队队长林阿姨说 有了老年乐园 老人家才有了这么好的平台 自娱自乐 并弘扬民族文化 传扬 传扬 传扬得很好 是不是社区也其实应该更多有这样的平台 来让老人家有一个这样表演的机会 有啊 你看 给这些老人 提供广场 好的器材 过年过节等等 都安排得很好 我们老年人都是很感恩 感恩 感恩 能唱歌 能跳舞 能娱乐 看你要娱什么的都可以 我们就自娱自乐 或者自拍自唱 打水鼓啦 或什么什么什么都很热 非常 同安区目前共有六处金秋老年乐园 分布于云西 东山等社区 金秋老年乐园成立后 是老年基金会赞助十万元 用于设施提升和场地改造 2017年是基金会为这个社区 奸证了十万块的器材 然后呢 社区就从边发挥老年协会的作用 把这些老同志 喜闻乐见的扑克比赛 书画 艺检 还有一些广场舞 一些民谊的 全部都让他们自治自理 组织活动 在每一件事前 就是场地都空的 那每年来活动 那就是说基金会投资以后呢 我们就充分地利用这些场地 来给它那个 让人家活动 充分发挥老年协会的作用 自治自理的一个活动 那么关于今天的话题呢 有网友给我们发来了留言 一起来关注 金秋老年乐园呢 给我们这些退休的老年人提供了理想的平台 期待有更多的老年乐园出现 老年乐园丰富了老年朋友的退休和晚年生活 值得点赞 好的 感谢以上网友的参与 我们稍事休息 马上回来 欢迎回到十分关注 在2016年至2017年两年时间里 厦门全市先后有17处老年活动中心 挂牌成立了金秋老年乐园 这些挂牌点当中呢 自明区有6处挂牌点 同安区也有6处 祥安区3处 海仓区和湖里区各1处 每个点获得10万元的配套资金 资助创建老年乐园示范点 今年武士计划在建设12处金秋老年乐园 并在适当的时候 对已挂牌的17个活动点进行检查观摩 那么计划建设的12处金秋老年乐园 有哪些标准呢 专家学者对此又有怎样的观点呢 据了解 今年是老年基金会将继续推动 金秋老年乐园基层老年活动点的创建工作 对符合金秋老年乐园条件要求的 社区和基层活动点给予支持 争取再新建一批金秋老年乐园 真正提高老年人精神文明 精神文化生活的这样 有资料的一些活动场所 那我们当时就在原来基础上 按照四个这个标准来写 一个是你要有活动的场所 这活动场所当时是定了是150平方 另外是说经常要有这一个点 起码经常要有一百来人左右的老人在那里活动 第三要有人 要有人组织啊 还有这个场地啊 场所要有人管理 就是按照这四样的标准来写 那么写了以后呢 那我们当时每个 你如果选上这个条件 我每个这个点 我再给你十万元 今年按照我们的年度计划 还要再搞十二个 就是再选十二个 这个符合条件了 我们再给他 再选 再选以后符合条件 你有活动了 我们再给你画牌匾 那这样就去示范之用 但是我们还考虑 买一点 买一点 一点还给他适当的补贴 今年是打算 每个点还给一万块 给补贴他的费用 金秋老年乐园模式在全市铺开 其核心在于解决当前 社区老年活动点场地 设施配置不均的问题 藉由金秋老年乐园的挂牌 和激励考评机制 真正做到为老年人提供 精神文化生活的场所 我们现在老年人口多了 现在是三十多万了 然后政府应该在这方面 也投入了不少 但是呢 但是反过来讲 随着社会的发展 广大的老年朋友 他们精神生活的要求 也越来越高 让他们更有 就是通过这样来 来引导他们 提高老年朋友的生活质量 那么我们也希望 通过这个我们金秋老年的创建 随着我们时间的推移 我们投入的加大 虽然我们不是一年要投入 就是投入的加大 能够为我们今后老年文化 这个体育的 这个发展 这个 这个出进作用 有专家学者指出 金秋老年之家的挂牌运作机制 不仅让社区有条件 为老年生活提供更好的服务 满足老年人不同层次的需求 同时也是对老年活动点 管理和运营模式的一次创新 让老人能够在确保 老友所养的前提下 实现老友所乐 老友所为 我们政府在做的 走的这一个步 是走的非常前列的 应该给他 真的是应该给他大大的点赞 我们现在都了解一个相关的一个状态 就是我们现在很多 以前早期我们叫五宝户 就是说这些 也承担会有一些社区的工作人员 或者组织 我以前记得还组织学生 去看望他们 给他做一些基础的生活 包括剔头 里头发 这些相关的这些方式 但是现在呢 有了这个金秋的 这个老年之家 我们说老年之家 他呢 对他就进行了 整体的生活化 现在呢 有了这个 我们说的这个 金秋老年之家的话 社区也可以腾出了手 更多的来做一些相关的 老年能一些提升他 一些服务的一些东西 所以这个角度上来说 做得非常到位 这些社区这样做 是让就是定居在厦门的老年人 是老友所去 老友所乐 让他们精神文化生活 就是很丰富多彩 另外一个就厦门 是一个文明城市 那么其实厦门 很多的政策 和很多的做法 是走在全国的潜力的 所以说呢 我觉得厦门 这种这个社区 对于老年人的这些活动 有这样的一个做法 是非常好的 其实他将来 其实中国现在下一步 老年人会逐渐 那个数量会逐渐增加 那么这种情况下 他这个厦门 这种做法 是值得向全国推广的 也值得其他一些城市 值得效仿 所以我觉得厦门 这种做法是很好的 值得赞赏 那么关于今天的话题呢 我们再来听听 网友们的留言 其实厦门 还有许多不错的 老年活动点 可以多挖掘 他们开办 老年乐园的潜力 除了老年基金会以外 还可以鼓励 更多企业机构 参与投资 完善老年乐园的建设 好的 感谢以上网友的参与 我们稍事休息 马上回来 欢迎回到 十分关注 如今有很多 退休的老年朋友 一大幸运 就是能够发挥余热 回馈社会 而金秋老年乐园 正是为老人们 发挥余热和自我提升 打造了良好的平台 为老年人的退休生活 提供了更多样的选择 下一步 我们期待 金秋老年乐园的模式 能够得到进一步的挖掘 希望能有更多的老年乐园 出现在不同的街道社区 在完善社区 养老服务功能的同时 也能在一定程度上 缓解养老难题 提升老人晚年生活的幸福指数 再次感谢在互动平台上 参与评论的观众朋友 您也可以加入我们的行列 撒一撒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登陆厦门广播电视集团 观众微信和看下的APP 我们进行互动 感谢收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